好 接下来就是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Amazon广告的实际操作 如果大家已经有 昨晚有上这个listing的话 可以跟着一起来 做一做这个广告的部分 如果大家没有做的话 也没关系啊 可以先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先停一下share 然后登录一下 好 大家进到后台之后呢 如果你要打广告的话 就看最上面的这个 有这个功能栏 然后大家找到广告 然后第一个有个广告管理活动 点进去 然后就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打三种类型的广告 第一种是这个产品推广的广告 一般大家都是选这个 如果你有品牌的话 你就可以选第二种 这个品牌的广告 然后最后一种呢 是这个展示型的广告 也是那个display广告 这个一般大家都不用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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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的问题 我们可以就是大会再跟大家讲 好 我们点这个商品广告 我们点继续 这个产品广告的我们开始进来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广告的名字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要做的广告 然后给他改个名啊 啊我这边就因为今天演示我就先不改了 然后下面呢可以设置这个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啊 比如说你啊 比如说我们打一个新广告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 啊 下个这个七号结束这样子 啊 我们还可以选这个每天的预算 然后这个跟大家推荐的话一般是30块钱起 啊 平均的话 等大家做起来之后呢 啊 可以再自己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个投资算数比 然后去调整 调整一下自己的广告预算 下面呢很重要的两个东西叫定向策略 然后还有手动投放 就自动投放和手动投放 自动投放就是亚马逊他全自动的给你做这个广告 如果大家想要拿几块钱去试一试的话也可以 但是一般都不推荐 啊 一般就是推荐都选这个手动投放自己手动去调 如果你有经验的话手动去调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好 然后下面是这个广告的竞价策略 大家还记得就跟大家说那个down 然后up and down 然后fix 这三个竞价策略吧 就就是在这里用 如果紧张价的话呢 啊就是如果他的这个点击的那个人呢 他这个购买率非常低 然后他也不太可能成交的话 亚马逊就会自动的帮你这个把这个 报价调低 就是对那个点击的报价调低 然后那个人点的时候呢 他那个点的那个广告花了那个钱就没有那么多 如果你选第二个提高和降低的话就是那个up and down 那啊就是如果他遇到一个就是很有可能买你产品的人呢 他就会自动帮你翻一倍 就是最高打100% 最好帮你翻一倍 然后 提高你的这个报价 然后还有就是在你这个遇到一个可能不太可能买的这个人的时候 他会自动的帮你调低这个报价 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固定的竞价啊 固定竞价就是说你报多少钱 然后他就固定你花多少钱了 一般呢我们都选这个景象低 然后啊 这下面注意有一个广告位置调整 大家还记得这个 在搜一个东西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还记得这个广告位置的区别吗 最顶上这个 广告位置 它是在后台设置广告的时候 你在这个广告位置调整进架这边 点开它 搜索结果顶部你是可以加加的 比如说一般就是调个5%啊 百分之十啊 你要不知道的话就可以啊一点一点试 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广告一般要跑 一般一到两个月 因为一般都是要一点一点试 然后找到那个最佳的点的 然后还有这个产品页面 产品页面的广告 所以是随便点个进去吧 可以看到像这个位置的广告 这比较靠前的广告 它是会比较贵的 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要 对某个竞争对手的那个listing 就是针对那个listing打广告的话 你可以做相应的调价 然后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设置这个广告组啦 然后广告组的名字你就可以自己分一下类什么的 然后我自己是一般按这个广告 按这个关键词去分 分类啊 什么次组一压这样子 大家看自己的这个习惯去改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选这个商品 然后你在这边书你自己要的这个产品 这个要打广告的这个产品的Acent Hub 然后你点添加就可以 他会在这边添加之后 他会自动的在这边 显示你的这个相关的产品 选完产品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往下看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按关键词去所投放 也可以按这个产品去所投放 如果按关键词投放呢 我们投的是 比如说有人搜这个狗的狗狗的玩具 那我们投的呢是跟狗玩具这个 关键词有关的就特别是搜索结果这一块 投的是就靠这个搜索结果 比较偏向于搜索结果页的这些广告 还有呢 产品投放 像产品类的投放呢 就是说你可以找一特定的品类 如果他是找这个 如果你是卖那个摄像头的 然后你就可以找这个整体摄像头的品类 或者说你可以专门挑出一个ASIN 然后针对他的大广告 好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关键词的投放怎么做 关键词投放呢 你可以直接上传文件 然后他 你点这个下载这个 Excel模板 然后点开 然后往里面填这个关键词 然后还有比如说你想要他是 关键词是什么 就比如说 比如说你把这个关键词填进去 一般就是到那个Helium 10 或Jungle Scouts上面去 然后扒一圈关键词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匹配的类型 比如说什么广泛啊这个之类的 或者说精准啊 看你自己的那个 关键词分类是做怎么样去做 然后再给一个相关的金价 然后什么比如说0.5这样子 然后做完之后你就保存 然后把这个东西上传进来 他就会自动添加了 或者说你也可以在这边就是 直接在网页这边输入 输入的话呢 那你也可以是比如说Dogtoy 好然后挑一个 比如说你这个广泛啊 是词组啊还是精准 好吧 像这种一般比较 大的词组 用词组和精准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你就点这个添加 然后添这个竞价 因为他没有建议竞价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去改 如果有建议竞价的话 有些时候呢 你往下一点点就有这个否定的关键词 的话 比如说精准否定的话 你就是啊 搜哪些词 你这个东西不会出现 比如说 你是卖那个打印机墨水的 然后你去卖这个 比如说惠普吧 你是卖惠普的这个打印机墨水 那别人可能直接搜就搜这个printer 这个东西 打印机墨水 然后在里面就万无密集的 找这个惠普的这个打印机的墨水 但是呢 那那个买的人呢 他可能买的是这个canon 这个加能的这个打印机 但是你有只卖惠普 你有没有他的这些型号 所以他如果不小心点进了你那边 那你还是要扣钱的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 你就把这个 你自己不carry的这些产品啊 你把它给填到里面去 然后你点这个填加关键词 然后别人搜这个canon的这个printer ink 的时候你就不会出现 然后辅定关键词 还有很多很多种用法 大家可以自己就是 去探索一下 然后这个是有关关键词投放的 如果大家需要做关键词投放呢 你把这个上面的这些东西都填完之后呢 点这个启动广告活动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关于产品投放的一些信息 相关的 要点 如果你是要做产品投放的话呢 你可以搜这个就是分类啊 直接在这边搜索这个分类 然后如果大家如果有这个 进到这个分类的话 比如说 Electronic这个你卖GPS的 好这个GPS Stockfinder就是说那个狗走丢的 这个GPS 自动定位仪 啊你就所有进到这个评类的 然后他你都会自动对他打广告 这样子 这是针对评类的 好你可以针对商品去做这个广告 好 比如说你可以就是我随便扒一个下来 把它的这个Async复制过来 然后在这个搜索这边 然后你直接把这个Async复制 然后搜索找到他 然后点定位 然后再给他报一个价格 然后你就可以追着他这个 listing来打广告了 然后下面也是对商品也是有否定的 比如说拍出品牌 你可以把自己的品牌 输进去 然后不要给你自己品牌的东西打广告 我们就快速的这个 对然后大家就是广告填完之后 点这个启动广告活动就好了 那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个 好 然后如果大家是想要做这个相关 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像什么优惠券啊 然后这个什么Lining deals啊 什么啊之类的推广呢 也是啊 来到这个卖家后台 然后同样的这个入口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广告 然后下面这个有个秒杀 然后有这个啊优惠券啊 大家点这个优惠券进来 然后你就可以创建优惠券了 然后优惠券的话 你要输这个Ason好吗 好我先这个stop sharing一下 我去找一个Ason填上去 好 然后呢我们这个把这个产品淀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啊 开始上这个预算了 那你可以在这个折扣这边填这个满键 比如说啊 我们可以一键 减个五块钱 或什么样的 然后就是下面可以 会问我们是不是要限制这个优惠券的这个 啊 说一说这个啊预算的问题啊 预算的话我们填的是商品数量 然后商品数量的话 他会直接啊就乘这个0.6 然后给一个就是我们最后大概要花了这个金额 然后商品数量呢 他是最低五十件啊 如果你有更多的可以做优惠的话 你就往上填就好了 然后呢如果啊这个商品预算的话 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是五十件的话呢 他就会啊出这个三十块钱的预算 然后每次兑换呢他都会扣这个六毛钱啊 当这个到了这个百分之三十的这个 就三十块钱百分之八十的时候 就是说他花够了二十四块钱之后呢 他就会停了他就不会再发这个 啊新的优惠券了 因为呢就是像这个优惠券的话 大家可能有很多人去领 然后领完之后他又不会结账啊 所以呢 等他这个领到差不多的时候呢 啊 这个兑换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系统呢他就会停止这个啊 再发这个新的券 然后剩下的那些呢 啊这个啊 百分之二十的钱他就会存起来 然后等这个就已经领了的人 如果他还要就是还没来得及结账的话 他在结账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成功的把这个券给兑掉 不然的话呢 有些任务户他领了券 然后你这边因为没有这个兑换的预算了 然后他再想这个券的话就用不了 然后呢 这个对于买家来说他的整个购买体验就不好了 所以如果大家是想要就是做预算的话 如果你本身是想要买想要卖这个 50件产品的话 啊你就可以翻一翻 然后除以0.8 然后大概63件左右 啊 把 然后确保他这个啊 除以就是说乘上.8 之后他还是50件 然后可以卖这样子 不然的话你到后面的话 啊那个百分之二十的区域就有点 不太好操作 然后呢我们点这个继续下一步 这边呢优惠券呢 我们可以啊 就是取取个名字啊 比如说 save 20% on i don't know 道别就够长 啊 然后还可以指定你这一个卖 买家是那种买家 比如说你可以是 所有人都可以兑换这个会券 然后还是你的这个prime的会员才可以兑换啊 然后还有就是他是不是这个 那什么prime的话 他还分支出来一个学生的prime 然后是不是专门给学生的啊 或者说怎么样 一般都是选这个所有买家 然后呢可以挑一个开始日期 开始日期的话 啊 游会券的话 我们是给两天这个工作时间去预留开 所以一般是啊 挑过两天 然后就二号开始 然后再调一个结束的日期 这样子 啊 选完之后呢 点下一步 然后我们点这个提交就可以了 啊 这个就是优惠券 要怎么做